仅心似于番外偏吧,侯爷,我想要看看我们的女儿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 十一娘虽然醒了过来,但是仍然浑身没有力气,大夫来看过,说她这是身体过于亏空,睡的时间太久了,需要慢慢调养,大家也被十一娘的这一遭给吓到了。 特别是徐太夫人,都流下了眼泪,十一娘带着有些虚弱的笑容回应大家,侯爷,我醒来那么久了,大家都爱看我了,但是你却没有让人把我们的女儿抱过来,她是不是在我昏迷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,如果是这样,你不用瞒着我,我都可以接受。 十一娘应付完来看望她的人之后,问徐丽姨,这个问题把她问猛了,十一娘,是我疏忽了,你醒来的,时候,我太激动了,光忙着找大夫了,徐丽姨口气里带着一丝丝歉意。 后来母亲来了之后,孩子在睡觉,我就没让人抱过来,你刚刚的那种说法,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,孩子睡醒了就抱过来了。 徐丽姨刚说完,就有人来抱,说小小姐醒了,是不是要抱过来给夫人看一下。 徐丽姨连忙招手,让人把孩子抱过来,她扶着十一娘从床上坐起来,给她弄好舒适的位置,和她一起等着奶娘把人抱过来。 奶娘抱着孩子走了进来,把孩子交到了十一娘的手里,还教着十一娘怎么正确地抱孩子。 十一娘看着自己怀里这个小小的人儿,满心的满足感。 这个小家伙就是与她去迈向,连的人,是她拼着命也要生下来的人。 徐丽姨就这样站在旁边,看着十一娘抱着孩子,眉眼中带着初为人物的幸福。 她不敢打破这样的场景,因为她觉得这才是最温暖的时刻。 侯爷,我们的女儿叫什么名字? 十一娘看着怀中的小人问徐丽姨,孩子都出生好几天了,名字应该早就取好了吧。 之前她也想过孩子的小名,可是自己这场昏迷,把所有的节奏都打乱了。 孩子的大名已经取好了,是组里的长辈算了孩子的八字给取的。 但是孩子的小名一直没有取。 我说过孩子的小名是让你来取的,你不醒来,谁也不能取。 徐丽姨说着,语气中带着一股执拗,有些不像她平常的样子。 侯爷,我没想到竟然还给我留着名字。 十一娘没有想到,徐丽姨这样信守承诺,孩子的小名还给自己留着。 她曾在昏迷中听到徐丽姨说,她不醒来孩子的小名不会取。 她竟然说到做到了,那孩子的小名就叫暖暖吧。 希望她像温序的太阳一样,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温暖。 十一娘没有多说些什么,只是把自己想好的名字直接告诉了徐丽姨。 好,我们的孩子就叫暖暖。 她是我们的小太阳。 徐丽姨在嘴里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。 看着十一娘抱着孩子已经有段时间了。 徐丽姨怕她累着,想要从她的手里接过孩子。 让她休息一下。 十一娘,孩子已经抱了,很久了。 手酸了吧? 我来抱一会。 你休息一下吧。 十一娘摇摇头。 她的眼睛已经不想离开这个小家伙了。 小家伙也睁着她的大眼睛,看着十一娘。 侯爷,我再抱一会吧。 好不容易我能够亲手抱到她了。 这可是我第一次抱她呀。 我身体没问题。 可以的。 好。 徐丽姨也随着她来。 她已经按下决心,让十一娘按着自己的想法生活。 只要她开心就好。 没有什么比她能够陪着自己更重要的了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。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谢谢大家。